来了那么首先来看到最新消息是远雄集团创办人赵腾熊涉及了大巨蛋弊案财报波时会落民带官员护航开发案等等 在2017年遭到检方起诉以5亿5000万交保创下记录被求刑24年 而台北地方法院在经过5年的审理之后今天判决赵腾熊判刑7年 前台北市财政局长李适得判9年 新北市议员周胜岗判10年都可再上诉 赵腾熊至今还是被限制出境出海 而且必须每周到派出所报到4天 我们带来看到最新说法 共两罪各处有期徒刑一年一年十月均耻夺公权一年 又共同犯 贪污治罪条例第十一条第二项之起约贿赂罗罪 共三罪各处有期徒刑一年八月一年六月一年二月均耻夺公权一年 上开有期徒刑部分因执行有期徒刑7年 赵腾熊备数行贿有眼交违反证券交易法等案件无罪 周胜考共同犯公司法第九条第一项前段之未缴纳股款罪 除有期徒刑6月如一颗法金以新台币一千元则算一日 有犯贪污治罪条例第五条第一项第三款之不违背职务 收受不正利益罪 除有期徒刑9年6月 持夺公权5年 又共同犯贪污治罪条例第十一条第二项之刑求贿赂罪 除有期徒刑一年 持夺公权一年 救育之不得一颗法金之有期徒刑部分 应执行有期徒刑10年 好 您看到远熊集团创办人赵腾熊涉及了大局 等逼案在2017年依照七罪起诉 但经过五年审理之后 今天针对大巨蛋案 柯文哲用核四为例并且呛中央 全国人民会看清楚你们的嘴脸 而另外内政部次长花竞群批评 台北市政府放缓社宅推动进度有政治的考量 柯文哲也是大声反呛这逻辑问题 大巨蛋是这样 每次在打我说什么五大案 五大必案变五大案 其实我跟你讲 我的态度是这样 后来为什么不再一讲什么五大必案 我就不需要了 该怎么办就怎么办 美额市该拿回来三十几亿 就拿回来三十几亿 该重签约的重签约 大巨蛋是这样 时间久了大家也知道 其实大巨蛋的态度是这样 这也是我对核四的看法 核四盖也对 不盖也对 只有花了三千亿 一度电都没有发不对 因为我看过核四 所以每次都告诫自己说 大巨蛋盖也对拆也对 只有卡在那里 没有完工是不对的 所以有本事就把它拆掉 没有本事就把它盖好 这是我战略逻辑 我不想偷在那里 所以我还是要谴责中央 你知道 你审一个防火避难性能使用 盖个章要花一年到现在 一年六个月 不止 去年四月送进去了 要花一年六个月 盖个章要一年六个月 随便你 只是让全国人民看清楚 你就嘴一点 巴章勤这个也是很好笑 这个台北市政府在盖社会住宅 还是全台湾盖最多 他说台北市怠惰 要害小英政绩不能达到 那不是只有台北市 全台湾都怠惰 事实上我查过 他不要讲 我觉得他们也是打 也是那种文宣战 我真的不忍心一直戳破他 请不要写规划中 对我来讲 我是台北市长 我只看两件 对工程我只看两件事情 什么时候开工 什么时候完工 我记得不想听 到现在为止 巴章勤自己指揮了中央的住宅中心 请问到现在为止 你社会住宅开工几乎 讲 所以正确的 按照巴章勤的讲法 正确的说法是这样 巴章勤 串通台湾所有的县市首长 一起让小英的居住正义政策失败 住在玻璃屋里面的不要丢石头 你往外丢 人家一丢回来整个玻璃屋就垮掉了 所以那个 我也觉得很奇怪 他听说他也是大学当当副教授 那个逻辑的 thinking process 远雄集团 非常坏 你要讲这种话 你没有想到说 人家丢回来怎么办 哪有这么带的人 不要再想我 远雄集团董长赵滕雄 在2017年 涉入大巨蛋 弊案 那么我们可以看到 在一审宣判最新 赵滕雄 遭到判处 七年 远雄同时也发布了声明 远雄集团副总经理杨顺青表示 大巨蛋招标的过程 远雄集团一切依法一契约来办理 审查过程也依照程序进行 并无从中获取不当的利益 而且目前也已经推行了专业经理人制度 事业体将会正常运作 这是在远雄集团发出的最新声明 持续要来看到 这是